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穆田沙二先生所著的 《从20万人诊查中得出的最强血糖降低方法》这本书。 本书从糖尿病专科医生的专业角度出发, 介绍了科学而高效的血糖降低方法。 之所以称其为最强, 是因为它不仅是最快、最可靠的血糖控制方法, 而且也是最易于坚持的。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所有疾病和衰老都是从高血糖开始的。 第二,摆脱糖质上瘾是多么困难。 第三,最强的血糖降低方法。 首先是第一部分,所有疾病和衰老都是从高血糖开始的。 人生百年时代已经深入人心, 但能否健康地迎接100岁, 几乎取决于70岁左右的生活方式。 更具体地说, 这是由我们的血糖水平决定的。 作者指出, 高血糖, 即血糖水平过高,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仅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 高血糖会产生AGES这种有害物质, 这会导致全身的炎症。 这种炎症与癌症、心脏病、中风、肾脏病、 肥胖和阿尔茨海默形认知症等现代病, 以及其他的生活习惯病密切相关。 作者认为, 高血糖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疾病, 称之为高血糖病, 考虑到当前的饮食趋势, 从儿童到老年人, 几乎每个人都与高血糖病息息相关。 这是每个人都应牢记的重大课题, 如果忽视了它, 就可能会引发不可挽回的健康问题。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摆脱糖质上瘾是多么困难。 我们现代人, 受到高血糖病威胁的原因, 主要是饮食习惯, 包括我们吃什么和如何吃。 作者认为, 现代社会充斥着糖质, 几乎随时都能摄入。 糖质会使血糖升高, 并刺激大脑分泌出多巴胺, 带来快感。 虽然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感到愉悦或幸福, 但这种状态是短暂的。 血糖水平的剧烈波动会导致情绪的低落。 随后, 大脑会渴望再次提升血糖的水平, 因此我们会再次摄入糖质。 这种现象被称为糖质上瘾。 从小到大, 我们周围的食品中充斥着糖质, 使得意识到并摆脱这种上瘾变得非常困难。 除非我们认真对待这一点, 否则很难摆脱高血糖病, 我们常常优先满足大脑的欲望, 而忽视身体的实际需求。 因此, 当您在超市、便利店或自动售货机前时, 不妨问一下自己, 这件商品对我的身体是否真的有必要, 还是仅仅是出于大脑的欲望? 作者指出, 建立摆脱高血糖病的饮食习惯, 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最强的血糖降低方法。 要点一, 摆脱高血糖病的首要步骤是改变生活习惯, 并坚持至少21天。 自2001年起, 美国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糖尿病预防研究。 研究对象为3234名略微超重或血糖偏高, 糖尿病风险较大的人群。 这些人被分为三个组。 对照组不采取任何措施, 服用糖尿病药物的组, 以及注重生活习惯的组。 结果显示, 在三年后, 药物组的糖尿病发病率下降了31%, 而注重生活习惯的组则下降了58%。 这表明, 改善生活习惯的预防效果明显优于药物。 因此, 摆脱高血糖状态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作者建议, 尝试坚持21天。 因为新习惯, 通常需要至少这么长时间才能自然形成。 尽管初期可能会有些困难, 但只需坚持这三周的方法, 就能有效远离高血糖相关的疾病和衰老。 要点二, 含糖食品的危险级别分为四个等级。 我们需要减少的含糖食品可以分为四个危险等级。 危险等级四, 液体糖质, 如咖啡饮料和果汁, 即使是看似健康的能量饮料、蔬菜汁或酸奶饮料, 其糖质含量也可能很高。 这些液体糖质会迅速被小肠吸收, 导致血糖快速升高, 因此最好完全避免。 危险等级三, 含糖甜食, 不仅在糖果区, 面包店里的加糖甜面包也应注意。 危险等级二, 精致穀物, 例如白米饭和面包等精致穀物, 因去除了原有纤维, 葡萄糖分解和吸收速度较快, 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 许多饼干和零食也含有精致穀物,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 危险等级一, 未经精致的穀物, 如果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 建议选择糙米、 杂粮米、 全麦面包或全麦一面。 不过这些食物最终也会被分解为葡萄糖, 因此控制摄入量仍然非常重要。 要防止高血糖病, 需要掌握正确的信息, 并有意识地调整每日的饮食。 要点三, 晚上的糖质摄入风险比白天更高。 作者指出, 即使糖质种类相同, 晚上摄入糖质比白天更容易导致血糖的升高。 在白天, 我们可以通过活动来消耗摄入的糖质。 餐后血糖也会逐渐下降, 然而晚餐后通常会入睡。 身体和大脑对葡萄糖的需求减少, 血糖水平可能会持续升高。 因此, 晚上的糖质摄入对身体没有好处。 最好在晚餐时尽量避免。 如果真的想吃含糖食物, 如米饭、面包、面条或甜点, 最好安排在早餐或午餐时, 并且在吃完后立即活动身体。 晚餐后常见的酒精饮料, 如啤酒、清酒和绍兴酒, 如果控制糖分较高的饮品的摄入量, 适量饮用是可以的。 酒精本身可以降低血糖, 有助于减肥, 不过搭配的下酒菜应选择低糖的食品, 如生鱼片、毛豆或冷豆腐等。 要点四, 食用植物性食品时应选择多样的食材。 为了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应多吃蔬菜、海藻、蘑菇和豆类等植物性食品。 这些食品糖质的含量低, 还富含抗氧化物质、植物化学物质, 有助于预防感冒、癌症等各种疾病。 植物化学物质包括多酚和类胡萝卜素等。 其中一些代表性物质包括蓝莓中的花青素、 西兰花和洋葱中的黄酮类、 大豆中的义黄酮、 胡萝卜中的β胡萝卜素、 番茄中的番茄红素、 以及萝卜中的易流晴酸盐。 这些物质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 因此,应选择多种植物性食品搭配食用。 此外,植物性食品中富含铭。 这种元素有助于控制血糖的水平, 从而预防糖尿病, 特别是海藻类食品中铭的含量较高。 蘑菇类食品不仅富含食物纤维, 还有较高的维生素D含量。 研究表明, 血液中维生素D浓度高的人, 肝癌、乳腺癌、卵巢癌等癌症的发病率较低。 同时, 维生素D有助于钙的吸收, 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症。 尽管某些豆类含糖量较高, 但大豆的糖质含量相对较低。 大豆制品如豆腐和纳豆也是不错的选择。 要点五, 单独摄入糖质食品, 容易导致血糖水平剧烈上升。 只吃米饭、 乔麦面或面条这些主要由糖质构成的食物, 会急剧提高血糖水平。 添加脂质和蛋白质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 例如, 在乔麦面或面条中加入鸡蛋或肉类, 米饭则可以做成炒饭。 虽然这样会增加卡路里, 但能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 在计算血糖时, 卡路里不是唯一的因素。 糖质的消化吸收速度更为重要。 与脂质和蛋白质一起摄入糖质, 可以减缓糖质的分解过程, 从而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 建议在餐前先吃一些脂质和蛋白质, 再吃糖质。 例如, 午餐时可以先吃富含纤维的蔬菜, 然后吃肉类或鱼类。 最后再吃米饭。 纤维可以延缓糖质的分解。 通过这种饮食搭配和顺序调整, 可以更好地享用米饭和面包。 要点6, 餐后立即运动。 即便是两分钟也十分有效。 在摄入糖质后, 会迅速分解为葡萄糖并被小肠吸收。 这会导致血糖水平的上升。 如果此时身体需要能量, 葡萄糖会被消耗, 从而防止血糖过高。 因此, 餐后立即运动是有效的。 关键在于运动的时机。 糖质摄入后, 大约15分钟, 血糖水平开始上升。 在一小时到一小时半后达到最高点。 因此, 运动应在糖质摄入后立即进行。 最迟不超过一个小时, 无论是餐后立刻运动, 还是稍晚一些, 都应该坚持。 运动可以是简单的原地深蹲。 对于上班族来说, 外出吃午餐后可以散步回来。 研究发现, 与20分钟步行相比, 两分钟的深蹲对控制血糖的效果更好。 可以选择深蹲、腹肌练习或体肿运动等。 不需要过度强迫自己。 关键是坚持并持续进行。